今天我是想教大家学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蛋炒饭 就是我家里的蛋炒饭的炒法 材料不多之有两种 饭就是隔夜饭和那个蒜 蒜大概四粒到五粒这样然后切成末 现在我们就把蒜末剥开 这个食材这个炒饭呢其实是很简单的 也并不复杂 材料只有两种 调味也不多 然后呢 鸭子哈就快拔好了剥好了蒜 好了蒜末剥好了 蒜末呢不需要切到太过 就是太过碎 就是稍微有点大颗粒会比较好 炒起来会比较香 那就是这样子啦 ok 然后呢现在把它盛去一个碗里 备用 ok 就这样子啦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炒了 然后呢 放入适量的油 然后 倒入适量的油 炒香 然后呢 就把白饭 倒进去 通常呢 通常呢 我们炒饭都会先下 当然够再炒饭 但是我家里做法面就不一样 就会先炒饭 再加蛋 雕色 老抽 那我们是虾炒黑的 所以放多一点 不用钱 还有它味道 和颜色都会更美更香 放生抽 好少吃 让那样的颜色和味道 都炒得均匀 这个皮漂亮 它可以 然后这两个中间 挖一个洞 先要两个鸡蛋放在中间 大火 然后再加上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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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样的炒呢 那个泡有多利多多 只要你炒的 它会干的 因为它就会干的 就可以洗过来 好多几个鸡蛋 就可以洗过来 好啦 可以关我家庭式的蛋炒蛋 就这样完成啦 然后现在我们就起锅 放去一个盘子里 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呢 味道也是很香 所以今天的炒饭就这样炒完啦 简单 又好吃 充满香香的那个蒜香味 还有酱油味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蛋炒饭 家乡蛋炒饭